学校的后山竟然摆鬼夜行 先是有变成章鱼怪的老师 而后是变成狐狸和猩猩的虎夫二人 急急如律令快来捉妖了 大雄沉迷折指无心点心 老妈听说大雄专心做事 更是要对大雄刮目相看 大雄拿着只好的纸飞机跟虎夫二人展示 却遭到了一顿冷嘲热讽 大雄气不过拔掉活塞 纸飞机就跟村天猴似的旋转跳跃 落地后 胖虎凭借自己的副智商都看懂了原理 胖虎决定莱婆飞得更高 却用力过猛 拿着残破的纸飞机回到家 大雄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人家可是要用气球造宇宙飞船登陆火星的 小孩子的梦想过于单纯 让蓝胖子笑得四脚朝天 既然没人理解 大雄决定还是回归那个只会睡觉的自己 为了给大雄打气加油 蓝胖子拿出了火箭吸管 只要把他含在嘴里再吹气 就可以把自己变成窜天猴 大雄心痒痒 一口陈年老气 直接给自己干了个大包出来 出门前 还不忘给老爸来了个免费的锡箭吹 空地上 正在进行棒球对决 眼看大雄就要被棒球砸头 大雄一口气 助攻对方完成了拳雷打 气得胖虎就要老拳相向 大雄轻轻一口 胖虎倒地不起 收拾完胖虎 大雄两人一口气 玩起了空中芭蕾 可大雄得意忘形 笑掉了火箭吸管 差点把自己摔成人渣 意识到这道具对大雄有危险 蓝胖子决定收回 却被大雄反手吹出了二里地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吸管真人快打 从地面打到半空 再打回地面 要不是误伤了媳妇 这场战斗估计要打到世界灭亡 得知大雄有了上进心 学霸立马动手画了设计图 要帮大雄实现愿望 蓝胖子也拿出材质变换器 决定先用纸张做出飞船模型 再转换成铁质的 学霸负责划分解图 大雄负责裁剪 静香负责搬运 蓝胖子负责粘合 再配上火箭吸管 飞船就制作完成了 蓝胖子一通照射 纸飞机变成了铁飞机 蓝胖子牵着静香的小手登上飞船 大雄一口陈年老气 飞船成功升天 大雄又一次得意忘形 忘记了吹气 飞船直线下坠 只能换上靠谱的学霸来当工具人 大雄的梦想是飞向宇宙 可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转而求其次 蓝胖子决定在后山造个外星球 飞向后山的飞船 被虎夫二人看到 蓝胖子掏出假扮宇宙探险头盔 给众人戴上 后山竟然成了一颗绿色的星球 没人有飞船驾驶症 着陆时差点把众人震出画面 但总算活着登陆了 作为奇石怪山 更有着千年古术 怪鸟飞过 小伙伴们震惊不已 只有大雄说 那是后山的麻雀了 满心期待的冒险 大雄却老是说大实话 破坏戏份 就连镜香都忍不住了 周恩再次踏上旅途 镜香竟然发现了后山文明 突然一头章鱼怪出现在眼前 吓得大雄让蓝胖子 赶紧拿道具毙了他 周恩试着跟怪兽交流 可在虎夫二人眼里 怪兽却是老师 看来只知道玩的众人 老师气得就要自爆 吓得小伙伴们 嗷着一嗓子撒鸭子就跑 这时 小夫发现了飞船 可在大雄眼里 狐狸和大猩猩竟然成精了 飞船被二人抢走 周恩只能带着竹鸭亭在后面追 眼看就要追上 胖虎决定 靠自己作为歌手的铁肺来吹气 可却吹出了两条大鼻涕 这下小夫 依然摔死 也不愿被恶心死 宇宙太危险 俺要回地球 小伙伴们觉得 火箭吸管和遮止配合 还能造出什么东西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只听过大雄被胖虎碾压的 没想到今天的胖虎 就被大雄给碾压了 这一线还有从一场 两人三足的抽仙说起 小夫很幸运地 跟学霸组成了CP 可到了大雄这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会组成熊虎CP 可新组的CP 磨合度明显不足 这是胖虎的错吗 不 谁的错都不可能是胖虎的错 等蓝胖子赶到时 就看到大雄被踩在地上 无情摩擦 胖虎带不动大雄 所以他让大雄乖乖退赛 这样自己就会拥有新队友 若是胆敢说个不字 嘿嘿 为了可以让熊虎这对CP永长存 蓝胖子拿出人体火车头套装 救人头蒸汽火车 只需投尸点煤炭 就可以充满活力 一口气跑出二里地 同理大雄也可以 只需吃下四十粒煤块 再喝下82年的纯净水 大雄就感觉有一股热流直逼丹田 吐出一口陈年老气 大雄跑出一百米 竟只花了三秒钟 这速度 胖虎还不跪舔 要跟自己组CP吗 这时 静香因为高型客要迟到而犯愁 未来嫂子有难 蓝胖子支援 拿出拉车 要让静香体验 就是矮滩的感觉 大雄一声长鸣 就拉着静香上路了 大雄所过之处 鸡犬不宁 凡以为这速度稳了 可过山洞时 却发生了意外 静香被呛成了咖啡色 虽然及时赶到 她还是有点废女友 当完媳妇的专车司机 大雄跟小夫打听起胖虎的下落 但小夫却让大雄别找了 因为本届的冠军 毕竟是帅哥天才组合 水可忍 熊不可忍 大雄想证明 自己是最快的男人 可惜天外来熟 大雄 他着了 这下玛丽直接干到报表 还有附近就有小河 大雄这次没被外力秃顶 刚刚到处挤水 就看到了自己 魂牵梦绕的CP虎 大雄吃起了煤块 喝起水 然后 编起了王八逛街 据大雄分析 应该是口粮干的不够多 于是一口气 吃光了整袋煤块 起了这时 老师恰巧路过 那大雄的脸红得像猴屁股 就上手一摸 竟摸出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感觉 大雄再次找到了胖虎 胖虎本玉不想答应 可大雄紧握的小手 钢铁直男如胖虎也掰翻了 于是 熊虎CP原地复活 这次的大雄不仅跟上了胖虎的节奏 甚至有了超越的架势 错错错 是已经超越了 可大雄嗨起来不看路 直接用脸干碎了水泥管 帅哥天才CP还在加紧练习 结果下一秒 又被送进了盒里 刚洗干净的镜箱 又被煤炭煤开耳朵 眼看大雄无法自控 前方还有孩童 蓝胖子一个帅气的甩手 叫令人送进死胡同 正在暂时停了下来 被害群众纷纷赶来 起来这时大雄再次发动 蓝胖子一发入魂 套住了大雄 可就算250斤的铁块 也拉不动动力火车 即便再加上三人 也没能留住大雄 为了可以阻止暴走的大雄 蓝胖子也吃下梅块 成为世上最快的猫 此时的小镇已乱作一团 甚至跟火车飙起了车 火车表示 这举我输 大雄一路冲上山顶 紧随其后的蓝胖子 伸出小元首 可大雄疯狂起来 身外之物又算个神妈东西 蓝胖子只好吃下更多的梅块 眼看前方就是万丈深渊 大雄还一路碎石砍树 毫无停下之意 起来蓝胖子 还关键时刻掉链子 还有在最后一刻立了牌子 大雄开起脚杀 因为前方写着终点 可蓝胖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至于两人三足嘛 估计胖虎这辈子都不想再玩了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这是两颗神奇的痣 它可以转变他人的性格 自从胖虎用了它 竟觉得最美的爱情就是兄弟情 这一切 还有从一场十三比一的败局说起 胖虎举着大棒 就要捶到众人痛不生育 可虎妈给他报了补习班 于是 他决定暂时让众人多活两小时 和两小时后的结果 估计就三个字 死的不能再死 于是大雄找到蓝胖子 接道具狗命 蓝胖子拿出性格转换痣 捻上红痣的人的性格 就会转移到 捻上黑痣的人的身上 比如将大雄的性格 转移给蓝胖子 那250斤的胖子 就有了睡成500斤的梦想 大雄拿着两个痣上了街 绝对给胖虎贴上黑痣 再找个老实人贴上红痣 于是他让小夫搞定胖虎 自己则负责寻找老实人 在街道的拐角 大雄遇到了梅穿裙子 他有着很强的情绪管理 无论是遇到美食 还是公布成绩 都能稳如泰山 就在大雄想出走时 裙子一个转身 竟不大雄拍晕在地 裙子惭愧地 落下了悔恨的泪水 这性格不正是大雄 要找到老实人吗 大雄贴上黑痣 几乎下一秒 剧情迎来了大反转 裙子掏出 Six God的化妆水 警告大雄 不必触摸自己 吹弹可破的肌肤 大雄定睛一看 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原来是质的颜色弄错了 刚才裙子的那副嘴脸 完全是预传了 小夫的尖酸刻薄 大雄重新找到裙子 以脸上有灰为由 将红质重新 黏在了裙子脸上 此时的时间 已到了两小时后 大雄因为迟到 差点被胖虎提前一包送走 小夫已不敢动为由 将黑痣误归远主 胖虎挥着大棒 问谁最扛揍 俗话说 出门在外接兄弟 小伙伴们互相谦让的精神 甚是感人 可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大雄又敢站出 要当第一个爱揍之人 胖虎用最温柔的表情 呼唤大雄 来呀来呀 小伙大雄不讲武德 看飞碟 随后飞身跃起 将黑痣牢牢地 黏在了胖虎脸上 胖虎迈着那八字 表示人家怕怕了 小伙伴们仿佛看到了神经病 小夫这人真能处 看着胖虎从哥斯拉 变成海绵宝宝 从不放过任何怼人机会的他 选择跟胖虎正面刚 竟然胖虎给说哭了 胖虎下归道线 一气合成 大雄此时 再送上最温柔的鼓励 这招胖虎单方面的屠杀 不就化解了吗 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群子注意到了脸上的红质 随手一弹 好巧不巧 落到了炸毛猫脸上 大雄正对胖虎使用着摸头杀 切了下一秒 一下两下三四下 五下六下七八下 小伙伴们儿的一嗓 在坐鸟收散 胖虎只要将注意力 传移到醉鬼或肘身上 听说胖虎的性格变成了猫 而且还是一只 无时无刻都在炸毛的猫 三人决定分头行动 大雄两人 负责从胖虎脸上取智 蓝胖子则负责 打听炸毛野猫的下落 殊不知 胖虎此时盯上了镜箱 手中的鸟 胖虎虽然是最强战力 可以敌不过于安息的镜箱 胖虎虽然死透透了 但依然诈尸追起了镜箱 关键时刻 胖虎一个飞扑 放倒小夫后 又消失在了人前 与死同时 野猫跑到胖虎家里偷鱼 等蓝胖子找到野猫 足足打了9981个回格后 才发现黑质没了 而此时 大雄两人的身后 出现了一张圆锐大嘴 所以等蓝胖子赶到时 就看到 值得不能再值的胖虎 竟然弯了 那么宝子们能猜到 红枝现在粘在谁脸上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把一朵花放进 装满水的透明瓶子中 然后再放进更多水的桶里 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花消失了 没错 这就是光的折射作用 可这种超纲体 险些没把咱熊仔绕到一波送走 女友跟绯闻男友谈情说爱 大雄却只能一个人 一根水管叹忧愁 可一个人如果倒霉喝水 都能呛倒 虎夫二人今天不找理由 直接开启吃饭睡觉 打大雄的虐娃日常 本以为家中会是自己的避风港 当当了没想到 家中竟还有尊雷神 一杆嘴形机关枪 无电续航 持续嘴炮攻击足足一小时 日常三连机彻底击垮了 这个人类幼崽 而小多拉不用脑想都知道 大雄又要离家出走 毕竟孩子每点大病 每年都有那么几天会玩这一套 大雄虽然很想争回面子 可外面又冷又饿 还没动漫看的日子根本不像 于是他脑洞大开 希望只出走不离家 小多拉只好掏出 他那40米长的大棒 只要按下大棒上的开关 就能得到一只透明的胖猫 这正是大雄的情敌 不久前科普的光的折射作用 于是大雄也将自己变成透明园 开启了每月一个作死小妙招 老妈上一秒还在日常增肥 下一秒就一声母狼咆哮 看着自己的口粮长腿跑了 他一口气追到犯罪现场 看到盘子空了后愤怒地表示 你还嫌自己不够胖吗 之后大雄又来到客厅看动漫 吓得以为自己得了健忘症 可刚关闭的电视 下一秒又会自动开启 母子俩对着电视 就是一场开关抢夺战 终于在9981个回合后 老妈决定还是攒钱换台大彩电 可惜大雄的作死小妙招并未结束 他在街角偶遇老师 用施吼弓吓倒老师后 从他手中成功抢走了 毫无悬念的零分视觉 接着他来到空地要干漂大的 他抓住小短腿的命脉 让他接球失误促使胖虎怒气之加一 接着他又在胖虎接球时 搞了个大促销买一送一 那么问题来了 胖虎的怒气直满了吗 铁钉是满了呀 这不已经在做小夫了吗 接着他又在情敌耳边不停窃窃私语 吓得学霸以为自己大白天撞鬼 赶紧跑到书店找了些驱鬼书籍压压惊 可耳边的地狱声有增无减 学霸吓得大手一挥 直接入手了驱鬼三件套 可结账时大雄又恶作剧放了一堆书 听到老板说共有七本书 学霸觉得自己不应该来书店 而是该去医院 日常大仇已报 大雄直奔自己的快乐哀潮 眼看媳妇迟迟不归 大雄直接住了下来 直到静香走进闺房 大雄才有机会施展他那寂寞的贤猪手 预感到空气异常安静 必是熊仔作妖的静香 二话不说对着空气施展出了必杀技 直接将大雄的血槽清空 与此同时小多拉也出门复仇 他一到空地就看到常威在打F 三人一串口功力码组建了复仇者联盟 据小多拉估计 隐形棒的电池即将耗尽 而这也是复仇的绝佳时机 与此同时大雄还没意识到 自己失去了隐身效果 他来到空地想没开二度来不恶搞 却不知道自己才是那个被恶搞之人 只见三人在大雄面前散开 疯狂走位对大雄进行暴击 小夫撞完人还不忘强调自己看不到 而胖虎就更狠了 直接假率用重量教大雄如何做人 你觉得这份重量不够 那就难上加难 毕竟有个秃头可是足有250斤重了 我们在小的时候 偶尔会因为父母严苛的教育 萌生出离家出走的想法 又会在成年后因为工作忙碌 而不能常回家看看 我们无法将这份搓具体归就到谁的身上 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想想往日的快乐与温馨 多用一些时间去陪伴彼此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宝子们 你们认为谁是世界上运气最差的人呢 有的人会说了 是大雄 可今天的大雄不简单 不仅跟偶像见了面 还喜提投降自行车 难道大雄转运了吗 这么好的艳阳天 大雄觉得今天可能命中犯桃花 心动不如行动 两个小家伙本于转角遇到爱 可爱的影子还没见到 灾难就先来敲门了 接着丢了风筝 最后连压碎钱都没守住 起来家里还有个大暴击 看着刚洗的衣服又弄脏 大雄洗提暴击第四机 别人都是使来运转 可大雄的世界里 除了灾难还是灾难 蓝盘的只好拿出平衡注射器 只要注射了它 就会好事坏事穿插出现 注射器变成大雄模样 因为大雄刚才已经遭遇了倒霉四连 所以接下来就会迎来好运四连 陆木给大雄寄了封感谢信 毕竟大雄做了陆木动漫 一年的男主角 接下来还有三件好事 在等着大雄呢 结果一出门遇到财神爷了 这位叔叔可是每次见到大雄 都会送上零花钱的财神呢 大雄刚潇洒地走出两步 丢失的风筝就自己回家了 听说陆木只给主角 没给配角寄感谢信 判无限度寂寞恨呢 玩个斗地主 大雄就成不败神话 赢了上亿欢乐斗 注射器也恢复了平衡 二手道具有时也挺高谱 这时景象也送来礼物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如果接受了第五运 就会遭到第五媒 赵木娘送来甜点 这可是最近的断货王 网红甜点呢 蓝胖子本是个著名的吃货 可为了大雄不遭到媒运 也只能舍美食保大雄了 但现在没有什么地方 比自家更安全的了 大雄灵光一闪 说着一个信仰之月 竟在危难中救下了汪星人 主人为了感谢大雄 舍命救狗子的高尚行为 最有十个月的利用钱 大雄收了 而刚才飙过的车内 坐的竟是陆木匠 那真是祖上积德 不仅得到了亲笔鲜明 还拿到了眼少会前派门票 蓝胖子却担心了起来 必定有个大美运在等着大雄 回到家老妈又送来惊喜 今晚吃大餐哟 电视抽奖大奖得主 也比大雄自行车一辆 而大雄的终极恶运也出现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恶运 怎能抵消掉大雄的好运呢